关婷娜是一位知名的女演员 她以赵本山的运用媳妇而出名 参演了《马大帅》 《乡村爱情》等多部喜剧作品 受到了观众的喜爱 她不仅有着出色的演技 还有着娇好的容貌和身材 被称为《威胖界》的天花板 然而 她却一直没有结婚 让人感到好奇和惋惜 今日 她在直播中透露了自己的情感状况 表示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有一个固定的伴侣 可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 关婷娜在直播中与粉丝互动时 被问到了关于自己的婚姻问题 她坦言自己并不是不想结婚 而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她说 女人不一定非要结婚 单身一个人也能活得精彩 我虽然没有结婚嘛 但我一直有固定伴侣 生理需求不是问题 她还表示自己很享受 现在的生活状态 不需要被婚姻束缚 也不需要为了结婚而将就 她说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不必因为他人的言语和外界的压力 就轻易妥协 而被迫做出自己不喜欢的选择 关于关婷娜的固定伴侣是谁 她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 不过之前有传闻称 她和赵本山之间有过暧昧关系123 据说赵本山是关婷娜 进入演艺圈的贵人 她看中了关婷娜的潜力和美貌 在剧组中给了她很多机会和帮助 她们在多部作品中都扮演夫妻角色 并且表现出很亲密的举止 有网友甚至爆料称 关婷娜曾经从赵本山那里 拿到了一千万的分手费二 不过这些传闻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而且赵本山的妻子也曾经为关婷娜辟谣 无论如何 关婷娜都是一个努力和独立的女性 她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在演艺圈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地位 她也保持了自己的美貌和自信 在40岁时仍然光彩照人 她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情感选择 也很坦然和开放 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也不在乎他人的评价 她用自己的方式 展示了女性的魅力和力量 我们祝福她能够一直幸福和快乐 也希望她能够早日找到 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